这个人有点颠覆我 颠覆我的想法 我有个问题想问 你完全可以再等一会儿出来 为什么非要在他这儿出来 因为我在那个坐着就很紧张 然后我就说 只要是适合我的音乐 我听过的音乐我就上了 但你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风格 你跳得也很好 子涛 咱们说点 问题比较尖锐的 你喜欢哪一个 我说实话我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喜欢与不喜欢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海选的时候 我公司的新人也来参加了 也是选的我 但是我觉得 还 你当练习生或者是你去做一个组合 或者是我觉得 你可以在里面OK 但我们还得有一个标准 因为这是一个比赛 对对 其实想说的就是 因为其实咱们四个都不是专业的跳舞舞者 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我是我是专业的我是专业的哈 但是到至少到现在其实说实话 你随便让中间每一个舞者出来跟我们比赛 我反正是没有自信我能赢过他们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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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不对不对 这个观点是不对 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晋级 是的 我可以了一下 我现在每天练舞的时间比我多 我又是拍戏 要唱歌 要写音乐 要做任何事情 不是一个专业的 我练习时间都没那么长 他们天天熬夜 就不要对他们说太多了评价 好吧 这样吧 那咱们就 投票吧 我们四位 千玺 我其实是更喜欢这边的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下 我选在这边 这边 我的决定是 这边 既然 反正你已经吻过了 对吧 我就没必要再给你票了 重要的是他今后 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抽了93 跟了B-boy PK完之后 你下去你失去自信 因为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你可能不光要做一个舞者 因为你可能会做一个偶像 所以你要更努力的去练 你自己该练的东西 舞蹈跟唱歌全面发展 所以加油 谢谢老师 他跳的时候我其实真的特别感动 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能看回放的 我眼睛里会有一点点累过 谢谢老师 好 加油 棒 棒 棒面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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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我的角度来说 他不算一名专业的接舞舞者 但是他敢于用最接舞的方式 站出来 call out 一个选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勇敢 我说实话 我觉得他跳得比B-boy要好 他那个时候有打动我 不管其他那个领域的练习生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跳跳舞的练习生不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涛 涛哥你头发怎么变了 啊 你在一夜之间头发居然可以路把冲关 不是他你做的事什么 又跑到后面又弄头啊 我还就出来的 换个发型换个心情 我希望待会我我我问完别人之后 一转头韩跟老师头发都变长了 哈哈哈哈 跟动力火车 有请中国决士女王 淡淡 不能逃过黄子涛没有逃避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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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